你們只是要討好蘇貞昌而已啦 叫真人說瞎話 說不出來就進不了CPTPP 恐嚇台灣內保姓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為了當你的官 沒著兩性說話 只會順著蘇貞昌 一位的長官 為了你們的官位 很悲哀啊 那你報告為什麼不寫 你報告為什麼不寫 因為報告不需要把每一個 跟你寫進出來 那麼重要的題目不寫 因為你在這裡問我啊 你會問我 我會跟你理答 我會跟你回答 不要這樣掰啦 不要學蘇貞昌 蘇貞昌已經很顧人院了啦 你不要學到這樣子 烏拉阿拉 烏拉阿拉的 在那裡黑龍水渡 我們決定努力 儘速的去打 你 跟你講我 跟你講我今天就要講講話而已啊 這個楊副代表 我對你講十萬人 從頭到尾 沒有講說 所以蘇貞昌根本就是 真人說瞎話 真人說瞎話 胡說八道